最近有一条新闻非常的吸引人关注 根据报道 4月17号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飞行过程当中 飞机左侧引擎突然爆炸 爆炸产生的碎片击碎了附近的闲窗 导致坐在窗边的一名女乘客 瞬间身体部分被吸到了窗外 虽然经过其他旅客奋力的抢救 把这名女乘客拽了回来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名女乘客最终不治身亡 其实无多有偶啊 在30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并且飞机的破损更加严重 不仅仅出现了一个大洞 连飞机的顶都被掀翻了 机上乘客裸入在了空中 眼见这架飞机变成了敞篷的机型 乘客命运将会 机体的破洞后来被吸出机舱外 同时从随身行李到机上杂志 以及杯子和眼镜也立即被吸出了裂缝 破口处还在不断的扩大 直到顶棚的大部分被轰然一声扯掉 此时飞机客舱中段上方的一大块天花板已经没了 机身裂开了一个大洞 俨然变成了一个敞篷飞机 乘务长蓝欣被吸出舱外 剩下的93人命悬一线 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跟您来讲一讲 在这个航空过程当中啊出现紧急情况 特别是发生了飞机这个机舱爆裂这样的状况 听上去呢非常的耸人听闻 但实际上我们用科学态度来解读 我们今天啊演播室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 来自航空知识 是我们航空知识杂志的编辑 也是一位著名的航空摄影师 陈肖老师欢迎陈肖 陈肖老师好 郭长官我们大家好 陈肖航空知识杂志编辑 知名航空摄影师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1988年4月28号 美国的阿罗哈航空 发生极其危险的空中爆裂事故的状况 当时这个飞机突然就爆开了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从公开的这个资料来看 就是飞机蒙皮 老化 然后在飞行中 因为它有压力差 然后又有缝隙的话 气流对缝隙不断的吹过来 会让蒙皮不断的震动 如果产生共振的话 它就很容易就受损 然后从现场之后的调查来看 它就是 罗钉也是有些生锈 然后导致蒙皮强度不够 然后就撕开了 先撕开一个小口子 然后不断的就扩大 这个就有点类似千里之低 溃于乙穴这样子 它一点一点就撕开了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 就是它仓内的气体 这个气体不断的从口往外溢的时候 它气流吹到金属的边缘 它会形成一个可能会产生震荡 然后震荡的话也会加剧金属的破坏的程度 然后越刺越大 然后就撕成那么大一个口子 就拿后面这个图来说吧 其实也很具体了 开枕窗之后 机舱内就是突然的试压 试压之后整个就会乱了 就是被风吹起来 加上之前客舱内气压相对高一些 然后舱外气压很低 然后巨大的压差 就是舱内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瞬间被吸出去 就飞出去了 人也会飞出去吗 人也会飞出去 而且可能不是飞出去 是炸出去 炸出去 因为压力差太大了 压力差差别会多大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就是零和一的差距 就是你外面的气压很低 就是你可以近似的理解为零 当然不是零 但里面的话相当于一个大气压 可能没有一个大气压 但是有零点七零点八个大气压 然后就瞬间变成零 这个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如果瞬间施压的话 人的体内可能会就是 体内其实气压是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然后外面气压低的人 体内身体可能也会受不了 会感觉整个就冲胀起来了 很难受这种感觉 开天窗的话 在这个7000到1万米的这个高空 它的温度是零下50多度 然后飞行速度的话 如果是七八百公里 那小时的话 乘客很可能瞬间就失去意志 两个原因 一个是冷 另外一个是缺氧 然后即使不冷不缺氧的话 然后因为飞行速度很大 然后人们会导致无法呼吸 有会窒息而死 这是空中高空突然开天窗 可能导致的集中死亡原因 1988年4月28号 在太平洋上空7300米高度 这架博音737客机突然发生机身爆裂 飞机的机身裂了一个35平方米的大洞 这让机上乘客暴露在高空当中 当时的情况岌岌可危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飞机爆裂之后 乘客无法呼吸 飞机面临随时解体的危险 当时瞬间的减压令机身 跃开了一个35平方米的大洞 飞机机顶不见了 飞机前五排座位的两侧 全暴露在天空之中 后来有乘客回忆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悬挂在飞机外 因为那时候机舱只剩下地板 舱壁和天花板都不见了 好在乘客们都按要求 寄着安全带 暂时度过了最初 可能遭气流吸出机舱的危险 但他们依然身处险境 因为寒冷与缺氧 皆可能令人致命 飞机顶部破裂 乘客无法获得氧气攻击 因为供氧的重要管线已经不见了 人在7300米高空中 几乎没有什么氧气可呼吸 乘客会因而失去行为能力 这种症状叫做缺氧 这时候若继续待在高空中 人体丧失行为能力的状况会加剧 此外飞机顶部不见了 时速328公里的狂风灌入机舱 这样的风速相当于 飞风风势强度的三倍 当时乘客们身穿下载以冲击的衣服 根本无法抵御零下50度气温的寒冷 继续在这样的高度停留 这些人都会没命 然而更加危险的是 因为飞机顶部破裂 机头在逐渐的往下驻 面临解体的风险 当机身列开始 机头下驻了一米左右 飞机仅靠狭窄的地板梁相连在一起 后来有乘客回忆称 飞机下降时 一旦鼓鼓起 能看得出飞机中间的地方 弯曲了 副驾驶发现机舱和驾驶层好像已经分离 机长也发现驾驶舱的门美 机身几乎就要断裂了 于是机长决定 赶紧降低高度准备迫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出现了这么极端的状况 当时飞机上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当时新闻摄影记者拍下来的真实的画面 你来给我们说一说 当时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帮他数了一下 从画面照片中可以看到 一共有前 这是第六排 前六排都已经 完蛋了 前两排已经闯棚了 然后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到 飞机的蒙皮 蒙皮下面有金属梁 支撑蒙皮的结构 全部已经断裂了 就是说整个这一块算是全部都先翻了 然后把下面的蒙皮也都撕裂了 那么飞机能回来的主要原因就是说 这一块 这个甲板 它是成为整个飞机的一个支撑结构了 就靠着这个在支撑 就靠着它在支撑 你看这外面这块被撕裂的面积 我们这一个数字是35平方米 这个35平方米 这些乘客成为了人类历史上 坐敞篷车高度最高的人 这一种体验是什么样的 这种体验我觉得所有人都不想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说一些可能会 就是可以体验的一些经历 比如说你坐在直升飞机上 这个直升飞机没有装舱门 或者坐在一些小型的固定翼 就是胶链机上 很小那种单发螺旋桨那种 它那窗户是可以开的 或者门可以拆的 你在空中拍摄的时候曾经打开过 对吧 我在坐直升飞机的时候 有把舱门拆下来过 然后坐小型固定翼飞机的时候 也有把窗户打开过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体验 直升机的话 其实可能感觉会好一些 因为直升机的飞行速度 可能可以没那么高 但是噪声很大 但是噪声特别特别的大 你需要带着降噪耳机 然后小型固定翼飞机的话 它是靠速度来维持生力的 这个时候它的飞行速度再慢 也得在100到120公里往上 它可能一般就是 可能到200公里的时速 对汽车来说已经很快了 这个时候窗户打开 然后你伸出半个头 你就会觉得整个 你得带着风镜 要么眼睛根本睁不开 然后可能风就会把眼皮吹得很疼 然后你是无法呼吸的 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感觉 是 因为顶子都没了 流速很大的时候 流速大 你根本没法呼吸 气流它不会吸进来 其实也是有一起空战事故 它是飞机的架车舱的风挡掉了 螺丝全部小了一号 然后飞行员被甩出去了 甩出去的时候 居然还挂在上面 然后副驾和机组抱着他的腿落下来了 后来我记得有一个纪录片采访 是英国的一起 对 然后他说机长当时相当于躺在闲窗上面的蒙皮上 他说飞机得700公里的时速 他根本没法呼吸 他是把头歪过来 然后拿胳膊这样子形成了一个小的 一个缓冲地带 然后这样的气流它就速下来之后才能呼吸 要不然的话肯定就会窒息 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 他们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他们如果就是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人的本能 就是说如果这个角度他没法呼吸的话 他可能把头转一下 拿手挡一下 他只要能呼吸了 那么可能也就能生化下来了 这架波音737机体裂开大洞之后 机舱失去密封 原本座舱内的压力保持在海平面的水准 现在瞬间施压 乘客暴露在空中 紧急氧气系统损坏 乘客随时面临缺氧制机的危险 万分紧急当中 机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飞机暴力后 经过一阵的惊慌 机长迅速冷静下来 立刻进行了紧急下降 因为飞机必须迅速下降到乘客 能够自主呼吸的高昂 否则他们就会缺氧致死 飞行员迅速下压机头 操作飞机 以每分钟下降1200米的速度 快速下降高度 机长心里明白 这架眼看着就要散架的飞机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它必须要让严重受损的飞机 马上降落 此时 副驾驶也开始试着联系塔台 他们最近可降落的地方 是毛一岛的卡胡卢伊机场 位置在两座火山之间 他们还要越过3000米高的顶峰 才能抵达安全地带 要想将飞机从爆裂地点 安全飞到卡胡卢伊机场 机长必须要小心地操纵飞机 避开这座山峰 这架脆弱的飞机 能否承受转弯时的硬力 也是一个问题 下午1点48分 在爆裂发生的三分钟后 驾驶舱第一次联络上地面的塔台 塔台人员接到消息 立刻向地勤人员发布广播书 所有人员请注意 阿罗哈横班有一架737客机 五分钟后会抵达 距离机长约20公里 我们许可他们使用2号跑道 请做好应急准备 与此同时 飞机在2800米高空 要飞越过一座火山的西侧时 机长降低了飞行速度 然后尽量慢慢开始右转 朝卡胡卢伊机场前进 由于驾驶舱和机舱失联 此前乘客一直不清楚 是否有人在驾驶舱控制飞机 而此刻终于感觉到 有人在驾驶着飞机 他们又有了深的希望 于是在爆裂发生四分钟后 飞机降低到了合适的高度 乘客已经能取下M7罩 在飞机时速减慢到380公里左右 风声变小 机上的人员都能听到彼此的说话声 机上的93人暂时安全了 神祥你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当出现这种极端的突发情况的时候 作为一架客机的机长 或者说飞行员 他应该做哪些处置 那就拿阿罗哈航空这件事情来说 机舱发生爆裂这样的事情的话 从机长的角度来说 第一件事肯定是下降高度 然后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 或者说精力来判断飞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从之后的描述来说 他说是感觉驾驶舱跟客舱是已经分离了 那么他作为机长 他第一件事应该是戴上氧气面罩 他和副驾 而且驾驶舱的氧气面罩 其实是独立供氧的 它就是有一套独立的氧气瓶 跟客舱的供氧是分开的 这个是为了保证飞机组的绝对安全 所以首先他应该先保持自己和副驾驶 包括可能有机师的清醒 如果他们不戴上氧气面罩的话 后面人怎么着都没用 没错 因为您来把控这架飞机 对吧 然后那就是了解这个情况 那他可能会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来他会看客舱的压力监控 那么客舱的压力监控 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失效了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客舱 如果客舱发生试压的话 他天花板上的氧气面罩 就给乘客用的氧气面罩 是会自动的掉下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乘客戴上去的话 就是正常呼吸是可以的 但是不保证这架飞机破坏成这个程度 会不会破坏整个机场的氧气系统 如果破坏的话 乘客戴上去氧气面罩 他也是没有供氧的 那么机师的话 就必须得下降高度 这个在正常的飞行法规里面 也是有明确的规定了 就是说飞机发生试压 飞行员必须在多长时间内 下降到多少高度 应该是2000或者3000 根据不同的地形高度 它就是有一个规定的值 下降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乘客或者机组 就是说在 如果机场没有供氧的话 他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呼吸 但是如果是6000米 7000米 是更高的话 那么他们就没法呼吸了 所以说先下降高度 然后立即联系 在下降高度的过程中 联系管制人员 公管 然后要求紧急迫降 这就是机师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另外陈肖在这样的状况下 对客舱里面 当时惊恐的这些乘客 机组该做什么 这个应该是由乘务员 或者乘务组 对他们来指挥 来辅导乘客来进行操作 那么第一件事 如果发生客舱破裂这样的严重事故的话 第一件事必须得系好安全带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说在飞行过程中 建议您全程系好 这个是我觉得真正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飞机发生爆裂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特别低 但是颠簸的话 其实也会对人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所以说全程系好安全带 你像这个航班就有一名机组 说是被吸出去了 那其他的乘客 可能也就是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 然后才等于生存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哪怕你没法呼吸了 晕了 因为缺氧晕厥的话 但是你人只要还在这个飞机场 那么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这架波音737慢慢降低高度 朝卡湖如一机场前进 就在机上人员刚刚感觉 自己可能要脱离危险的时候 新问题又出现了 飞机的一台发动机损坏 这一下可怎么办 就在机上主义员 稍稍凭证下来的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驾驶舱和塔台的零额争断了 副驾驶常设联系塔台的 这里是阿罗哈航空243航班 我们有一道舱员不见 机身着色破了一个洞 但塔台并没有听到这条消息 地面已与飞机失去了联络 飞机也没有收到 他们发送的通讯 塔台人员继续呼叫 阿罗哈航空243航班 你们还在上空吗 你们若还在上空 请按识别舰 海跑通讯及时恢复了正常 机长答答 好的 塔台人员回应道 说到阿罗哈航空243航班 我已收到了你们的识别讯号 准许飞机降落 方向040分速20斤 飞机和塔台虽然恢复了通讯法 但最假飞机的苦难尚未准数 似乎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新问题 机长在推动飞机左侧 一号发动机的手柄时 发现这台发动机全无反应 机长尝试把一号发动机 起立开关制于飞行 打算重新启动 可毫无效果 一号发动机失灵 波音737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 生产的一种中短程双发 喷气式飞机 波音737机下吊挂两台发动机 双发飞机遭遇单发失效后 按照要求可以依靠一台发动机 完成起飞并安全降落 因为双发飞机的设定标准 要求单排发动机要有足够的推力力度 所以飞机在随航节表遭遇单发失效 双发飞机也可以依靠一台发动机 飞到航向附近的机场背景 现在其中一台发动机停决工作了 虽然单发足以提供必要的动力 但对于一架已经敞篷的飞机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单排发飞机由于左右推力度 轻航加大了操作能力 使飞机更能着陆 好 乌肉偏风沿引雨 就在飞机发生爆裂状况之后 机长又发现这台双发的波音737 突然两个发动机当中有一个失灵了 对于双发的波音飞机来说 一台发动机在空中突然失灵意味着什么 从现在的发动机技术标准来说 时效一台发动机其实对飞行安全 对飞机降落来说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现在的飞机在试航的时候 都会要求飞机使用一台发动机起飞 或者说是降落 但飞机是具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如果发生飞机机身破裂的话 可能飞行的操作性可能就会受影响 它可能会乱摆 然后左右摆 然后上下的抚养 它没法操纵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台发动机失灵的话 它对飞行员来说 就是说这个飞机很难操纵 而且当时的事故 这个飞机其实是一架737-200 就是很老的一款飞机 它的操纵性各方面可能还会更差一些 它可能会有很多机械结构 它这个破损会不会对飞机操纵的机械结构造成影响 这个也都是当时机组没法第一时间判断的 那么飞机发动机为什么会失效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上面的碎片脱落 然后打到了发动机 这是发动机失效 这个是很危险的 如果碎片同时击伤了 击毁了两台发动机的话 那就完蛋了 也就是说索性当时还有一台发动机 没失效 很幸运的一件事 它只要有动力的话 它飞机它就有回来的余地 这架波音737的遭遇可谓显向还生 飞机先开了一个大口子 接着是一台发动机空中停车 而降落之前 飞机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这个时候人们发现 飞机前起落架失灵了 要知道起落架要是坏了 会给飞机的降落带来致命的影响 那么这一架客机最终命运如何呢 在一个发动机失灵的情况下 阿罗哈航空243航班必须尽快降落 于是在接近机场时 机长开始尝试让飞机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仪表灯光显示 主起落架已经正常打开 但是前起落架被放下的灯光 却一直没有亮 驾驶员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况发生了 机长再次试着手动放下起落架 前起落架的灯依然没有亮 此时机长必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他该等确定起落架放下再降落 还是先降落再说 遇到这种情况时 通常的做法是要驾驶飞机 低枯飞越机场 好让地面的航管人员看看起落架是否放下 收到地面回复以后 驾驶员再在机场上盘旋一周 尝试降落 但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机长这么做了 由于飞机随时可能解体 所以这方法绝对不可行 机长对副驾驶说 跟地面说飞机有问题 就算前起落架没有放下 我们还是要降落 此时地面救援队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高速飞行 前起落架又没有打开 飞机剧烈着陆以后轻浮起火 一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此时地面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发生暴力经历恐惧的12分钟后 两名驾驶突然收到他们一直期望的消息 地面塔台人员告诉他们 飞机的前起落架打开了 但他们并不确定 起落架是否固定在正常位置 还是起落架会在着陆折起 起落架若是不牢固 40吨重的飞机 已近320公里时速接地 机头就会撞上炮道 最终起落架撑住了飞机 在当地时间13点58分 经历了13分钟的空中惊魂以后 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了卡夫鲁伊机场02泡道 事件中有65名乘客受伤 7人重伤 该客机机体严重损毁 行进的时候 这次事件只有一人死亡 其余乘客全部生还 好 状况不断地发生 在这架伯音737200客机 经历了空中爆裂 然后发动机失灵之后 机场降落的时候 主要发现前起落架完蛋了 就是不能确定 它是不是固定到位 这个起落架对于飞机降落 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起落架 那落地嘛 要轮的支撑一下 要滑行 起落架放不下来的话 那可能就会 就落地之后 然后没法操纵 然后可能会冲出跑道 发生二次事故 所以完全没办法预料 但是问题就是 奇迹它就是发生了 这架飞机居然在当时 这么困窘的情况下 而且问题摆出的情况下 它平安着地了 而且整个事故当中 只有一个人不幸的丧生 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平安的回来了 那这个飞机安全落地的奥秘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除了有机组的 这个心理素质很强 能力也很强 很强悍 对 这个是人为的一些 那个造成飞机能落下来的 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飞机的设计 本身其实强度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这个是波音737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老的这些波音737 就是已经从客运生产推出的话 它会被改为货运 它货运的话就是把 也就是这个位置 铺类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机头的左侧 它会切开 改成一个货舱 那个舱门 它会做一些处理 但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其他的一些飞机 可能由于机体强度 各方面它不够 但是做不了 对 它做不了 或者说是它需要 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加强 但是像波音737 这款飞机 它就具有这样的能力 它的结构强度是很大的 甚至可以切开一个大口子 然后再重新就是装修一下 换一个大门这样子 对 它飞机强度很大 所以它能回来 而且就是这个飞机 你们看就是整个的这个结构 它不光是蒙皮 它还有甲板 对 它甲板 从这个事故来看 就是说这个飞机的甲板强度 提到了很大的作用 它算是一个支撑 对 一以贯之的 对 它甲板连着呢 是吧 对 然后如果不是这个甲板的话 或者说不是这个甲板强度很强的话 那可能也就断了 对 你要知道就是改货舱的话 改货机的话 它还是要把那个很重的货物 直接放到甲板上 说明这个甲板强度很强 这也就是飞机能拼回来的一个客观的因素 波音737客机最终安全着陆 幸运的是 除了一名机组人员不幸被吸出机舱之外 剩下的绝大部分的人 93人活了下来 其中有65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飞机敞篷着陆 能有这样的结局 已经是万幸了 然而 这起事故呢 其实本来可以避免的 因为早在这架航班登机的时候 有乘客发现飞机上的一些异样 事故发生以后 一位名为盖尔山本的乘客表示 他在登机时 看到飞机舱们右边漆上白漆的地方 有一道裂痕 使得门上面的金属外皮和下面的外皮分开了 他本来打算告诉空城人员这件事 但空城人员都在忙 而他们必须就位 当时他也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想小题大做 鉴于全世界每天都有几千架波音737客机在飞行 调查人员为了尽快确定飞机爆裂的原因 从破损的机身上提取了样本后 立即返回实验室 经过了一系列分析研究 最后总结 事故是由裂缝氧化导致金属疲劳引起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粘合铝片的铝片粘合剂失去了效应 而这个问题早在飞机制造时已经出现 当粘合剂失去效应时 水分就能进入机体空隙继而开始氧化 因为氧化的部分体积比下层的金属大 两片金属片被迫分离 令该处的锚钉承受额外的压力 调查人员发现 出示飞机机身最上面的一排锚钉 已经出现了金属疲劳裂缝 从而导致飞机的基顶被掀翻 同时 机灵也是此次事件的关键因素 受损飞机的出场号是152 于1968年5月下线 这架飞机的设计寿命是20年 相当于75000次起降 当时客机已经使用了19年 同时已经做了89090次的飞行 超过了设计时预计的75000次飞行 当时全球只有一架737超过它的记录 报告指出 飞机的机身是会变化的 在不同的飞行高度 机身会扩大或缩小 在地面上机身是收缩的 在7300米的高空 机身就会膨胀 所以飞机的受力状态是循环的 时间一久 整体的坚固程度就会因此受损 而从这架 波音737客机的飞行情况看 它的循环过程过快 所以事故应该也和 机身的牢固程度减弱有关 这次事故以后 当时所有美国各大航空公司 都决定淘汰老旧的科技 并规定飞机在特定机灵 必须接受额外的维修检验 以防事件重演 陈骁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飞机上的这么小的一处的伤 或者因为铝片粘合剂出现问题 导致的情况 会有可能会是最后大状况发生的 一个重要的诱因 从这张图来看 其实飞机的蒙皮 它确实也是一块一块的 它是分段的 那么每一段之间 它是有一个用一些粘合剂 或者说是用缝隙 它除了打某钉以外 它缝隙需要有粘合剂 然后如果这块粘合剂脱落的话 或者说失效的话 蒙皮翘起来的话 那么千里之地溃于乙穴的 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是一样的 小口子 然后风一吹的话 我估计可能是 除了有毛钉的老化以外 可能还会因为飞行的时候 气流对蒙皮这块不断吹 它造成了一个叫做激发震荡 激发震荡 它就是不断的会 不断这样的跳跃扭曲 然后反复的这样扭的话 就失效了 就强度就瞬间就降低了 降低之后 那么一块破了之后 破一小口 然后它仓内外的气压差很大 就会有一个爆炸的效果 就碰一下 然后把它可能再撕大一点 然后飞行速度又很高 不断的就撕烂了 那您觉得这起事故 金属疲劳会是最重要的原因吗 这个不好说 但是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除了是客观的事故以外 还有人为因素 我觉得也是有的 那为什么有列文的话 没有查出来 还能放行 因为按照规章的话 就是说飞机在每次航前和航后的时候 应该机组或者说是机物 它会有绕机检查 尤其是航后 地面的机物 它会很认真地把飞机的 每一个部位都会去 先是目视检查 就是有没有明显的这个问题 如果有明显的问题的话 那肯定就是先处理 那为什么检查的时候 没有检查出来 这属于事故隐患 能查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人为因素 然后之外的就是 金属皮道您说的 这个是客观的因素 这架波音737客机 在当天的爆裂 发生在下午 13时45分43秒 而飞机落地的时间 是13时58分45秒 这中间令人煎熬的13分钟 波音737客机的两名飞行员 力挽狂澜 创造了奇迹 那么在13分钟之内 飞机的正副驾驶 都是怎么做的呢 机长罗伯特顺势泰木的 总飞行时间为8500小时 其中6700小时 是在波音737飞机上积累 37岁的女性副驾驶 汤普金斯的总飞行时间 为8000小时 其中3500小时 是在波音737飞机上积累 他们两人在阿罗哈航空 都服务了将近十年 非常熟悉自己所飞的航线和机型 对夏威夷的天空 地形 机场都非常的熟悉 机长发现了机体破裂 快速减压后 和副驾驶汤普金斯 毫不迟疑地先戴上的氧气面罩 你要求副驾驶立即联络 毛衣岛机场 请求紧急降落 机长接替了飞机的操作 但飞机开始变得反复左右侧柜 不能受到有效控制 机长知道 最重要的是要尽快下降到 3000米的安全高度 这样旅客才可以不用配戴 氧气面罩安全呼吸 所以机长迅速下降高度 使用减速板 保持空速520-530公里 由于飞机破裂 风噪很大 机组根本听不清 对方在说什么 无法进行对话 只能用手势来交流意见 根据驾驶舱记录器 记录的机组语音 和打开开关的动作声音 我们得知了机组在这13分钟内的对话 和实施的措施 在这13分钟内 他们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从快速减压下降到安全高度 并联系塔台通报紧急情况 请求支援 在空中启动发动机 但没有成功 在判断前起落架能够放下后 将机密放置在5度的最佳位置 保证飞机两银落地等等 机组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能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落地 体现出的是其沉着 冷静 优秀的心理素质 丰富的飞行经验 和高超的飞行技术 更重要的是 机组两人的配合 几乎添衣无缝 事件中的两名驾驶员 后来继续在航空公司工作 当时的机长罗伯特顺师泰姆 在2005年8月退休 而时任的副驾驶汤古金斯 其后深美机长 并服务阿罗哈航空 直至该公司 于2008年停业为止 你觉得在这种特别关键的 危机时刻 这个正副驾驶 他们的当时的这个表现 你怎么来评价 那肯定是非常的优秀了 就是机长是有非常丰富的 驾驶经验 然后你要知道就是这个737 它并不是我们现在见到这个737 它是现在737 那个戒耳舱里面有那个大屏幕 全是电子化的 是 这是737-200 当时是什么样的 里面全都是机械仪表 仪表 全是仪表盘 对 就是圆的那种 机械仪表 一排一排的 密密密密密密密 他需要看各种指针 对 还要去判读 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验机长的 这个信息的综合处理能力 他应该准确的关注哪些信息 然后有效的舍弃哪些信息 就哪些信息可能是无效 但是可能会干预到机长的一个判断 他需要来选择 那富价的话 其实一样 富价其实这个时候是在辅助机长 对 然后做一个交叉的一个 对机长的决定 做一个交叉的一个判断 这个富价 他虽然是富价 但是他肯定 我觉得他有6000多小时的飞行经验 他肯定是坐过 就是左侧的这个主架的 机长的一个位置 他们两个人对两边的这个系统 都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了解 有时候就是不 他们可能会熟悉到 甚至不需要看 直接上手就可以摸到哪些开关 电门 所以两个人很默契 然后再做一些交叉比对 做一些那个相互的一些支持 就是对信息的判断 然后做一个确诊 这个时候可能就对这个决定 会有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就是说很有可能 比如说机长的手放哪个开关上 然后富价看到的话 就会明确他的意图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达到这样的默契的 这样才会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能很天衣无缝的来配合的很好 驾驶一个飞机来落地 一个动作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一个眼神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在这种危急的时刻 当时的整个乘务组的话 他们的表现如何怎么评价 乘务组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 就是你驾驶舱里面 你的两个机长他们两个说话 可能都听不清 那么客舱的话那肯定更停不见 什么都停不见 全都是风声 然后这个东西朝外飘的这样的一个动静 乘务组可能就是他需要确保的 就是说在他那个操作空间 厨房 他需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固定住 因为如果不固定的话 这个风一吹 你想餐车 那个推车 那个东西如果飘出来的话 砸着谁估计都够呛 这个时候他需要起身固定的 那起身固定的风险就是说 他可能会被吸出去 但是他做到了 然后乘务组又把自己又能 就把自己安全能把自己固定住 那防止飞机在天上的时候 二次事故的发生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乘务组其实做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谢谢陈骄和我们一起来分析这起 史上特别著名的事故 1988年4月28号 美国大陆航空发生的 波音737空中的这个暴裂事件 通过这个分析 我想大家也都涨了很多知识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他们比较永远 对未知保持好奇 再次感谢陈骄 谢谢你 也谢谢各位收看 咱们一起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